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小权评测 本期我们来测试的是外星人首款4K240Hz QTO赖面板的显示器 AW3225QF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屏幕采用了曲面屏的设计 曲率为1700R 屏幕正面为三边微边 下方边框印入外星人的logo 底座为V字形 显示器的正底部有一枚无向摇杆按键 右侧还有一枚电源按键 和背面的logo以及尺寸标识一样 支持20种RGB颜色调节 支架功能性方面 它支持升降 抚养以及水平旋转 不支持垂直旋转 接口方面 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DP接口 两个HDMI接口 一个USB上行接口和两个USB下行接口 在屏幕的正底部还配备了一个Type-C和一个USB接口 它的DP接口是1.4的规格 连接PC可以达到4K240Hz的10bit全范围输入 HDMI接口为2.1 满速48G的带宽 连接PC可以支持到4K240Hz的12bit全范围 接着是Xbox主机端 它可以支持包括杜比世界阵内的所有游戏和视频内容 连接PS5 它可以支持到4K48-120Hz的可变刷新率 支持HDR 颜色格式为422 使用HDMI连接MIC端 可以支持4K60Hz 支持HighDPI和HDR 但使用Type-C转DP连接之后 4K分辨率和高刷只能二选1 调节240Hz 需要降低分辨率到1080P才能使用 整体MIC的兼容性比较一般 输入延迟方面 在默认的模式下 1080P120Hz的信号下为6ms 4K60Hz的信号下为14ms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屏幕的显示效果和色彩方面的表现 亮机之后的第一主玩感受就是屏幕整体有点偏暗 但好在色彩表现不错 画面艳丽但不会过饱和 整体屏幕为亮子点背光 蓝光波峰453nm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0.79% 属于硬件低蓝光 SRGB的色域容积为146% 排名色域天体榜的第32名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字体的显示效果 PPI为138 相比上一代没有特别明显的提升 虽然字体没有明显的毛色感 但还是存在着彩边的现象 像素点方面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依然是品质型的排列 但相比前几代蓝色像素所减的更小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色温 菜单中提供了标准 暖色 冷色和自定义三色调节 同时我们还测试了预设模式下的色温表现 如图我们可以看到 其中最冷色温为8512k 最暖为5746k 前换到尾色图 在标准模式下我们可以看到 蓝色区域在6400k左右 边缘绿色和四角红色在6500k 整体的色温均匀度表现非常不错 色域方面 在菜单中提供了sRGB和P3的色域缩线 通过仪器实测 sRGB模式下色域覆盖率为97.6% 平均色差为1.38% 最大色差为2.81% P3模式下色域覆盖率为99% 平均色差1.72% 最大色差为4.42%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YCN AW3225QF的亮度和对比度的表现 在常规模式下几乎没有ABL机制 1%的白点窗口达到了峰值亮度240nit 100%的全屏白点窗口亮度为227nit 排名在亮度天体榜的第162名 在常规模式下以15公格测试它的亮度均匀度 最大差值仅为1.27% 排名均匀度天体榜的第2名 HDR亮度方面它存在着ABL机制 我们先来看一下峰值亮度最高的Peak HDR1000模式 在3%的APL白点窗口 测得它的最高亮度为908nit 从4%的窗口开始急速下滑 到了10%的白点窗口亮度为400nit 全面的白点窗口亮度为226nit Tru Black HDR400和其运的模式ABL基本一致 在3%的APL白点窗口测得它的峰值亮度为400nit 从10%的APL开始出现亮度衰减 直到全面白点窗口亮度为235nit 以Peak HDR1000模式下的亮度为准 它排名在HDR亮度天体榜的第29名 静态对比度方面 OLED黑场不发光 因此理论上接近无限的对比度 但由于屏幕表面材质存在反射 我们测试了它在不同环境光照度下的对比度数据 在150乐克斯以下表现优于OLEDG8 在150乐克斯以上基本没有拉开差距 相比于OLEDG9整体表现还要略差一些 可视角度方面通过视角成像仪生成雷达图 OLED面板的覆盖范围还是变态级别的广 红色区域的最佳可视角度范围达到了50度 肉眼观测没有明显的视角衰减 表现非常优秀 平闪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了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HDR 调节亮度都不会改变波形的占空比 因此它不属于PWN调光 在250nit的白点亮度下 平闪波动深度为8.73% 我们还测试了它不同白点亮度下的SVM 整体的曲线和之前测试的QDO来差不多 手动最低亮度为28nit 此时的SVM值最高为0.105 远小于1 属于CIE不可见范围 接着是HDR实景观影环节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EOTF曲线 虽然外星人拥有6种模式 但只有2种的曲线调校 我们先来看一下PIG1000模式 0-50的灰阶低于标准的PQ 做灰阶压缩 50-70的灰阶做提亮 从70的灰阶开始采切亮度信息 TUBLACK HDR400和其余的模式相同 0-50的灰阶和PIG1000一样做压缩处理 50-60的灰阶贴合标准的PQ 从60的灰阶开始做压缩处理 并开始贴合标准的PQ HDR实景方面 使用松下的UB9000叫完美星球蓝光盘进行测试 在显示太阳的实景下 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色图计生成尾色图 PIG1000模式下亮度最高为523nit TUBLACK HDR400模式为417nit HDR桌面模式最低为356nit 外星人AW3225QF还支持杜比世界 我们以HDR1000模式进行对比 在海王手电筒的小区块高光场景下 杜比世界的亮度达到了850nit HDR1000模式为770nit 再来看一下蜘蛛侠的场景 在这个场景下 HDR1000模式虽然亮度更高 但杜比世界的高光辐射范围更广 例如人物的胸口和脖子处 也有闪电反射处的亮部细节信息 因此在HDR情况下 整体观影方面 杜比世界表现得更加出色 HDR游戏方面亮度感感非常优秀 整体色彩也没有出现过饱和 最佳的模式选择依然是杜比世界 游戏的高光和暗部都更为完整 其次是TruBlock HDR400模式 虽然亮度比HDR1000模式低 但它的暗部细节不会像HDR1000那样 大面积的黑场出现细节丢失 关于HDR最后需要提一点 AW3225的HDR模式容易出现切换失败的情况 并且概率还比较高 需要来回多次反复切换 灰阶响应方面 它没有任何的OD档位 通过仪器实测 平均灰阶为0.317毫秒 属于OLED微秒级的响应速度 为3.315毫秒 排名运动清晰度天体榜的第9名 实际在UFO运动清晰度测试中 飞碟后方没有任何的托尾 UFO本体的清晰度也很优秀 游戏功能性方面 菜单中的Elevation提供了夜晚 清晰 双目 色度和十字线 需要说明的是Elevation中的功能 局限于屏幕中央的显示范围 首先是夜晚功能 开启之后会提亮框内的画面信息 提升暗部细节 清晰功能则是提升窗口内的画面锐度 双目功能是在右上角多开一个窗口 倍率放大屏幕中间的画面 但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 放大的窗口会遮挡部分视野 存在视角盲区 色度功能最实用 可以对屏幕中央的画面生成尾色图 在实际的游戏过程中能起到辅助作用 特别是在森林之子游戏中的洞穴场景 画面整体非常暗的情况下 配合核能打火机 提升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十字形则是提供了虚拟的准形 可惜的是只有一种样式 最后我们来对它进行拆解 下开机器可以看到它的内部结构 中央有一块体积缩大的金属屏蔽罩 屏蔽罩的下方分别是主动散热风扇 驱动板以及电源板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驱动板 主控IC使用的是联发客的旗舰芯片 MT9810 支持满速的HDMI 2.1 主控的旁边 焊满了南亚科技的DDR4内存颗粒 单颗256兆 总计1.5G 靠近USB接口的位置 还有一颗微信的USB5734芯片 用于USB上下型的数据传输 接着我们继续往下拆解 就可以看到它的TECOM板 逻辑主控是三星的Display芯片 左右两侧和有内存和闪存颗粒 接着是它的面板信息 想要为QMB315AA01-C01 贴纸的底部还有Made in Korea的字样 代表它是韩国原产面板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它的优缺点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4K240Hz的QDOi显示器 这个面板的性能表现目前是独一档 拥有非常出色的亮度均匀度和可视角度 并且通过实测 会接响应为0.317毫秒 FPS等对抗性强的经济类游戏体验感更好 并且OLAR的特性还可以支持原生10比特 黑场部发光的纯黑显示 这也意味着近乎无限的对比度 并且还支持杜比世界 整体的内部做工优略也很不错 配备了主动式的散热风扇以及旗舰芯片 接下来我们来说要它的缺点 首先是SDR模式下取消了ABL机制 最高只有240L的亮度略显不足 MIC的兼容性也还有提升的空间 4K分辨率下不支持高刷 需要降低分辨率至1080P才能使用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不要忘了点赞和关注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